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二电影集《美人鱼》电视剧选角 他开启火眼金睛模式 认真考察选手们表演中的每一个细节 还在各方面不遗余力为学员们做示范 在这场干活满满的教学中展现出了他精湛演技与丰富经验 为公平现场改规则 严传身教爆发力震惊全场 在一开始的23进10比赛中 选手们挑战的是李小龙的经典片段 考验模仿力和爆发力 为了公平起见 卢静山现场修改规则 将原本的分组点评改为看完全部23位选手的表演后再进行点评 这样的改动让在场的选手们十分感动 却也增加了他点评的难度 为了更好和客观的点评 卢静山也看得更加认真仔细 甚至做好笔记 记录下每个人表演的优缺点 在细致的看完了全部表演后 卢静山在点评时提出了精准且实用的建议 并亲自上台结合自己的拍摄实战经验 与选手们搭戏为大家做示范 饰演恶霸时 他的恐惧和怂的状态 到饰演李小龙的角色时 他又迅速切换状态 入戏带齐的情绪 眼神 气场 干净力多的动作 以及展现出的强大爆发力 让选手和指导老师们都为止震惊 而卢静山以演员的专业素质 言传身效 为选手们上了一课 笑料摆出言短剧 临时馆长变身客座教授 在最后一轮中 卢静山亲自与两位选手对手搭戏出演短剧 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演技和喜剧实力 他在短剧中加入了许多有趣的设定 锦衣卫的乳歌传书 明朝空庭版升职加新 以及外星人的隔空抽耳光 兜兜的全场笑声不断 而他在表演中也非常认真 不忘仔细观察选手的表现 最后给出了十分重肯的点评 优点和缺点都一一指出 卢静山表示 一味的批评会使人慢慢失去自信 甚至可能会对表演产生恐惧 需要更多的是鼓励 而除了重点考量指导表演时的动作 声音 眼神等表演硬件外 当一位选手于舞台上表达出自己的负面情绪时 卢静山还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从业观 以及专业素养的重要性 从硬件到软件送上全方面指导 作为临时馆长来做客的卢静山 实则全程更像是一位客座教授 让选手们大呼收获托风 1月25日 卢静山画山林石馆长 做客星秀美人鱼节目 为给周星驰的美人鱼2电影及美人鱼电视剧选角 他开启火眼晶晶模式 认真考察选手们表演中的每一个细节 还在各方面不遗余力为学员们做示范 在这场干阔满满的教学中展现出了他精湛演技与丰富经验 为公平现场改规则 言传身教爆发力震惊全场 在一开始的23剑10比赛中 选手们挑战的是李小龙的经典片段 靠练模仿力和爆发力 为了公平起见 卢静山现场修改规则 将原本的分组点评改为 看完全部23位选手的表演后再进行点评 这样的改动让在场的选手们十分感动 却也增加了他点评的难度 为了更好和客观的点评 卢静山也看得更加认真仔细 甚至做好笔记 记录下每个人表演的优缺点 在细致地看完了全部表演后 卢静山在点评时提出了精准且实用的建议 并亲自上台结合自己的拍摄实战经验 与选手们搭戏为大家做示范 饰演恶霸时 他的恐惧和怂的状态 到饰演李小龙的角色时 他又迅速切换状态 入戏带齐的情绪 眼神 气场 干净力多的动作 以及展现出的强大爆发力 让选手和指导老师们都为止震惊 而卢静山以演员的专业素质 言传身教 为选手们上了一课 笑料摆出演短剧 临时馆长变身客座教授 在最后一轮中 卢静山新自与两位选手对手搭戏出演短剧 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演技和喜剧实力 他在短剧中加入了许多有趣的设定 锦衣卫的乳歌传书 明朝空庭版升职嘉兴 以及外星人的隔空抽耳光 兜兜的全场笑声不断 而他在表演中也非常认真 不忘仔细观察选手的表现 最后给出了十分重看的点评 优点和缺点都一一指出 卢静山表示 一味的批评会使人慢慢失去自信 甚至可能会对表演产生恐惧 需要更多的是鼓励 而除了重点考量指导表演时的动作 声音 眼神等表演硬件外 当一位选手于舞台上表达出自己的负面情绪时 卢静山还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从业观 以及专业素养的重要性 从硬件到软件送上全方面指导 作为临时馆长来做客的卢静山 实则全程更像是一位客座教授 让选手们大呼收获颇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